好,接下來呢,這個事情有趣了 吳敦毅委員長說,宇昌安不打了 宇昌安啊,我們現在要打政績了 現在真的有政績了 這是李昆哲 國雄代表民進黨要選委 李昆哲他今天揭發的 我們先來看這個照片 這是馬英九吳敦毅高雄市競選總部 有看到嗎?做的文宣啊 說高雄馬上會更好 其中有一個政績是 黃紅治水保障市民生命財產 就用這張照片 用這張 這張呢 稍微放大一下 黃紅治水保障市民生命財產安全 在這裡 來,再放大一下 我差點事情大條了 這張放大後發現 無論你旁邊站起來是林明貞 南道的立委嘛 他當時去高雄選 這個啊 這個不知道 這個是南投縣長李朝青 要接高雄啊 這樣啦 說啊 這張相比實際拍攝地點 是2009年9月20日南道的集集 台16縣急急斷 這樣啊 這樣 現在說他打在這裡 打在高雄的政績啦 乾坤黨 來來,這有趣的 李坤澤啊 今天開記者會來 我們先來看武士 把南投的照片 拿來騙高雄的市民 捕入高雄鄉親的智慧 直說國民黨騙了高雄人 攤開馬屋競選文宣 羅列了一堆政績 其中這一張說是八八風災之後 武敦義院長在高雄美農勘災 但是院長左邊站的是 南投立委李明貞 右邊是南投縣長李朝青 怎麼會出現在高雄呢 原來這是南投 和高雄差了十萬八千里 可能是武敦義啊 沒有關心高雄的 這個風災的一個重建 所以啊 找不到相片 所以臨時啊 用這一張來欺騙我們高雄人 眼見的民眾看出來 這是南投積極的照片 立委候選人進一步查證 這是2009年9月 武敦義院長勘查台16縣 積極路段的重建工程 根本不是文學上寫的高雄美農 馬英主我們公立為了騙高雄美農選票 推出一張碰碰 灌水搶攻的文圈啊 但是更可惡的是啊 這一張灌水文圈裡面啊 連相片都是造假 都是櫻花接木 我想那不是最大的重點 最大的重點應該是總統有沒有做了這些事情 我想這個有認真在做 我們必須要給他肯定 那文宣我們當然還是會持續發 國民黨推政機文宣 物質照片搞無龍 儘管如此幕僚認為總統的確有這些政機 因此不會回收會繼續發行 有錯不改這樣處理事情的態度 就看選民認不認同 我覺得吳院長你明天才要出來說 說 南投跟高雄也不是差不多 三月八月就差不多啊 對 李朝駿成績也差不多啊 所以你看 不要叫辦公室用那個水人做發言人 說出來話再吵 那才會聽到 我很奇怪 台灣你看這麼漂亮的光年 我怎麼說這種話 你來賭協 你也會要求他們拜 我們物質黨公 人文宣要繼續換呢 對啊 我覺得 應該還推給李全家 沒有啦 這次要換高雄市黨部主委 高雄市黨部主委 這很嚴重啊 為什麼 因為你要把上面放上去 你就知道這是誰嘛 對啊 你也知道說這不能放啊 可是為什麼 因為就是要把上去 高雄市中閉 都沒有伺! 你要向他拿甲zna,要是匠匠匠 의 我應該未必沒伺! 我認為他們是搞不好說 所以你看最近公団的文色 不然你也要把李朝青、陵 instrumental拿掉 林昭霸四人 拿出這一張 結果呢 記者也會發現 你怎麼都把這個塗掉 你為什麼要塗掉呢 前面是變造 後面是怎麼樣 塗掉 塗掉屬於變造之一 對不對 我們都是讀法律的了解 塗掉也是變造之一 第二個變造 你怎麼可以把它塗掉呢 這份文件是要幹什麼 這份文件是有關國法基金 在審核有關 台貿生計創業投資公司 創投公司 這個 現在如果不是金秘文件 你為什麼要塗掉呢 怎麼可以這樣子呢 你看不見了 給你看清楚 開玩笑 那我要講的是說 這裡面的這些人 你為什麼要塗掉 我在懷疑這裡面有誰 是不是有這個人 哪個人 這個人 張友德 問 有沒有他 為什麼說他這麼重要 看清楚喔 這個是國民黨執政以後 2008年5月20日執政以後 他們啟動了一個叫做 生化科技的鑽石啟動計畫 鑽石喔 鑽石喔 結果呢 一搞到現在 目前連一毛都沒有 一塊錢資金都沒有進來 包括國發基金都沒有進來 這可不是跟綠軍無關 這是國民黨自己主導的喔 這是什麼時候的 這是12月12號的經濟日報 A17版這麼大 裡面講什麼 劉淫如總會說 期限還有半年 有努力空間 所以你是不是在扼殺生技業 所以你拿出這個 他把它塗掉 我要懷疑這裡面的人 是不是有張友德 所以國民黨自己臉上掛不住 趕快把它塗掉 還有一些人他為什麼要塗掉 很可能是怕記者去追這些人去問哪 OK 這個是林毅市在禮拜二開記者會的那個 給記者的資料 這個是禮拜二聯合報的資料 聯合報的資料 這個來源著名是林毅市委員提供 那大家看到這兩份有什麼不同 我用紅筆圈起來喔 這個其實我們大家都沒有注意到 林毅市提供的這份已經是變造過的 他跟聯合報 也就是說禮拜一的晚上 國民黨把這個資料 提供給聯合報跟中國時報 的時候呢 這個資料上面有個紅筆圈出來 這個寫什麼 寫附件三 附件三 那為什麼到第二天 林毅市出來 開記者會把附件三塗掉了呢 這是發給 在國民黨黨團開記者會發給記者 附件三塗掉了 為什麼 因為你看到這個附件三 你會先想到一個問題 附件三 有附件三是不是還有附件一附件二 如果是附件 那是什麼的附件 是一個公文的附件 好問題出來了 他如果是一個公文的附件 這個公文是什麼 你為什麼可以單獨把附件拿出來 附件三拿出來 那附件二附件一到底是什麼 這個公文是什麼 他等到報紙出來的時候 他知道這個問題大了 人家如果去追說你這是什麼公文 你沒有辦法解釋 所以他出來開記者會 他就把這個塗掉了 塗掉了 這個是前一天晚上提供給媒體的 這個是第二天開記者會提供給媒體的 這兩個你看保留了這個造假的部分 把這個有可能被揭穿的這個附件三拿掉 說明給我聽聽看 這個難道也是民進黨歸黨的時候弄錯的嗎 小官提的這個資料看起來還是蠻敏感的